Hello大家好,这里是张思零 是这样的,我刚从外面今天开了一天车 回来刚没多久 然后就听说某站出事了 出的啥事呢 据说一个叫雷斯的up主 这个up主我听人讲起过 就多少知道一些这个人的事 他就是一个动漫二次元的这么一个up主 对吧,我没看过他的东西 不好意思 但是我看别人发过他的合集 发过很多东西 但是我大概知道 这个人就是因为最近好像是因为有一些不当言论 对吧,出身底层却看不起底层 然后怎么怎么着 或者是反正说的言语中间 牵扯到一些革命先烈的名讳 然后现在好像是说是被封号了 还是怎么着 好像说什么被封杀了 什么B站把他怎么样了依法提起诉讼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事 那我不但要说这个事 我还要说我对于一系列的一个事 或者说现在的这个 这个 舆论环境吧 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呢 我现在就先想说这个事 这个人呢 我大概看了一天 有人给我的这个录屏啊 还有这个东西啊 我想说这个人 其实他口嗨 然后现在被爆锤 我觉得有点活该 虽然说很多人替他说话 但我想说他被活该 被爆锤 他被口嗨 他被弄这种事 对吧 你没有办法替他辩解 你怎么替他辩解 对吧 你不管说是他去什么羞辱 什么革命先烈 或者说怎么怎么着 只要你这话说出来了 那就是你的错 你不要被人抓住把柄 你只要被抓住 被人抓住把柄了 不管你的本意是如何 你要明白 你已经跌落到这里面去了 没办法 那人家不管这个 你要明白 群众是不会探知真相的 就像我 我以前就是不懂嘛 就是经常发一些视频呢 我说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那个不错 结果一对人 上来就撕咬我 其实他可能 一个我视频没看过 他见好就看到这一期了 就看到我那句话了 甚至有些 就是上来就骂我 他是看到了某一两个 别人给他截的一两句话了 那没办法 那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是白口莫辩的 只要你被人盯上了 或者只要你有什么 不当的人被抓住了 那你就完蛋 所以说他口黑了 大家围攻他 一点错都没有 一点问题也没有 而且我觉得 这个B站做的也没问题 不是把他给封杀了吗 对吧 还是说 依法对他提起诉讼 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包括革命先烈这个事 其实我主要想说说这个事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否 真的辱骂了革命先烈 我个人倾向于 不能有这么脑残的人吧 或者说他是不是并不是辱骂 他只是说的时候提了一嘴 或者是他只是把这个 有一个不当比喻 或者类似于什么的 就跟之前前一段蛋炒饭的 那个事似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 没必要上纲上线 但如果他要是辱骂的话 我觉得去封杀他 去搞他 去诉讼他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说一些反变的东西 我也看了一些人 给我觉得有一些 打不住 对他的攻击 因为说这个事 打不住很多嘛 有一些 我觉得攻击他没问题 你说这个人 看不起底层 你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出身 你说他傻叉 你说他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你 上纲上线的国家层面 上纲上线的要把他弄死的层面 或者上纲上线 要把他踩死的层面 这个就有点 吃相难看了吧 我是认为是这样 因为给人感觉就是 他是有错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人呢 有错 分成有错 有罪 或者他大罪小罪 那你说他犯了罪 犯了错 他是该承担后果 可是你说他罪至死吗 或者说真的就一定要 把他弄成社会性死亡吗 还是说只是封号就行 还是说只是把他这个号关闭就行 还是说要一定要发动网络暴力 把他弄的整个社会 你就不让他生存下去 那我相信啊 如果要是这么去 怎么说呢 去扒一个人的话 这么去围攻一个人的话 是个人都能找到很多不当的言论 对吧 我还看到很多人发什么什么什么不当言论合集 其实说实话啊 我是最怕这种东西的啊 就所谓的这个什么不当言论合集 为什么呢 不当言论合集全部是片段 对吧 这些片段或许是你这句话你都说了 对吧 你这些话你都说了啊 或许是有一话你没说 被拼接的 但这个属于高级的啊 咱们说低级的 就是或许这些话你都说了 但是被人家把这几句话截下来 把这一段截下来 可能不联系你上下语境 不联系你整篇的这个 视频的意思 那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意思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以前就被这种情况啊 打击过一次 是怎么回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我们一个群里 我原来有一个女性朋友 关系非常好啊 就是她就是被这么调不离间的啊 我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她找了一堆 给我平时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聊天记录 因为我的聊天记录是很多的嘛 对吧 然后呢 她就找了一些关于她的聊天记录 那比如说吧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说哎 这女生不错 我挺喜欢啊 把她当哥们啊 然后什么 你看她那傻叉样 你说这都是几种不同的表述 对吧 那可是哎 她把她她那个傻叉样 你看她长得跟个骡子似的 你看她长得跟个车会现场似的 把这种啊 嬉笑怒骂损人的时候的 这些东西截下来 你弄到一块 那你是不是听起来 对吧 很多人就会觉得她有问题 再加上她又犯了一个政治正确性的错误 比如说 你去说什么 革命先烈啊 这些 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吧 然后那你就 那你就完了呗 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是不是这么一种情况 当然了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也没有看那个视频 我只是看了 也我也看了这边 发给我的片段啊 我也不确定是什么 但是从目前啊 就是这个事态的发展来看 好像是这么一种情况 虽然说啊 她出身底层看不起底层 虽然说她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虽然说也对她依法提起了诉讼还是怎么样 这个事我不是很了解啊 但是我感觉啊 是不是现在的网报啊 有点太厉害了 甚至我有些时候感觉现在可以拿爱国为名啊 可以拿政治正确为名去迫害任何人啊 我并没有为这个人说话的意思啊 我并不想说她 因为她我也不认识 我也不看她任何东西 我只想说一些 一些别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已经看 很明显看到很多 就是国内外的有些up主 或者有些是这样的人 有些是那样的人 明明白白就已经开始了 动不动就发动粉丝去举报 动不动就发动粉丝去打压 就已经有点这个态势了 就反正就是以这个一个爱国为立场来压你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 声当为人 咱是该爱国 对吧 但是爱国它不是口号啊 它是一个实力去做的事情啊 它是一个 就是就像我以前啊 我老举一个例子 之前举那个例子 被朋友们骂 对吧 我说你们也甭跟我讨论什么爱国不爱国 我做的三件事 你们任意能做到一件 我就承认你们是爱国 你们也别跟我说什么 你们是什么 有些什么是五毛 有些是周恩大哥 我就说好 我首先 以前保调的时候 我日本使馆前抗议过 保火炬的时候 08年文会保火炬的时候 哥们联合国前抗议过 哥们砸过轮子 打过轮子 在大街上干过这个事 有朋友你让我提供这个东西啊 什么摄像记录啊 我提供不出来 但我可以告诉你干过 我可以跟你说很多当时别人说不出来的细节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都是我上高中时候干的 那你在跟我讨论爱国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应该跟我讨论啊 这个你干过没有 你没有干过 你没有干过你说什么 你跟我比爱国 甚至有些人说 我就在中国我比你纳税 就说他们比你爱国 那不那不放屁吗 你不想你不想纳税也得行啊 对吧 那不行啊 所以说这些东西啊 就不要去比了 但是呢 哎 那相反了 我说好 那我是一个这么立场坚决的人 对吧 大家也知道我家祖上干过什么 但是你可以把我之前的视频都捋一遍 你截出来几个片段 那我也一样百口莫辩 只是说我现在可能还没犯一个一巴让他骂拍到底的错误 但如果我一犯这个错误 我猜这网络就这种舆论攻击 是不是就瞬间把我给就底库扒下来 一下把我给拍到底了啊 一切把我给弄到那下了 所以说啊 我这人是留了一两个心眼的 我在网上底牌我不全漏啊 我不全漏 我就防着这一天了 万一某一天啊 我被这么网络暴力了 我会把这两张底牌拿出来 跟大家证明我的立场 可能一下就能打了很多人的脸 这是我的做法啊 不建议大家做 但是啊人嘛 生当为人 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底牌啊 留一些底牌让自己翻身啊 留一些底牌证明自己的立场啊 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啊 不需要很多人去带节奏 因为首先啊 不是已经说了吗 很多人都说了对吧 B站啊 对他进行了惩罚啊 B站对他依法提起了疯 这就可以了啊 B站算是官方吧 对吧 虽然说不算是国家官方啊 但已经算是平台官方了啊 那已经对他实行了 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啊 惩罚或者对他实行了 这个警告就行了呗 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就行了呗 那你说这些啊 有些UP主 他非要死吉白烈的 把人家往死里打 这啥意思 我觉得UP主 骂他都没问题 对吧 你说的也都没问题 但你发动粉丝 就是去 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其实这让人感觉特别恶心 有点吃相难看的感觉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大家做UP主 不要说你是什么 为了 我是为了粉丝 我是为了赚大 做UP主都是为了流量 都是为了赚钱 包括那些爱国的UP主 包括那些恨国的UP主 包括那些什么什么的UP主 我敢说做UP主的 没有不是为了赚钱的 既然是为了赚钱 既然是为了一个收益啊 就算你是爱好 就像我这样 我是一个爱好 我想跟大家说话 那我也是能有点收益 当然挺好的 对吧 你就一考一分钱没有 你让我跟他说 当然有流量也行啊 但我就是说 这个东西嘛 大家谁比谁高尚不到哪去 只是说做的领域不同啊 就用不着这么互相打 就很无聊 那行吧 这期呢 我就这个话题呢 就咱就不多说了 我只是想说 就很多事情 真的是没必要上纲上线啊 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性格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活法 当然了 口害你是要为自己的这种幼稚的行为付出 就是是吧 惨重的代价的 那大众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 还是假的是这个意思 大众不会考虑那么多 大众只会看你啊 说了什么话 好吧 那行 那这期我聊到这儿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啊 就是什么事之前吧 就是咱们 看有些人喷他有些点 或者喷他某些点 或者喷他有些其他的地方 我只是说还是客观理性的看待比较好 有些人说 那你看外国都这么对我们 我们也应该对这些恨国的 或者这些公知 哎呦 我谈着那句话 人咬狗可以 呃 狗咬人可以 人不能咬狗 对吧 我并不是说啊 那这个就是你看 就是你不理他 他就要使劲弄你 啊 我不是想说就是这种话 有多么的老生常谈 我是真是这么觉得的 啊 你想如果CNN给你造个羊 你再反手去造他的羊 那你跟他有啥区别 对吧 有人说 击败他就在靠他的方式击败他 那你一辈子是他徒弟 你一辈子是他孙子 你一辈子就只能追到他屁股后面 对吧 你要有创新啊 你要有别的方式 你要有你自己的道德准则才行啊 你不能说啊 行 他杀一个人 我也去杀一个人 为什么我杀一个人 我要用他的方式击败他 因为因为啊 这个他他用我囤我一道 你看他不要脸 我也要不要脸 我去吃个东西 那你就算不要脸到最后呢 那他是雅丽千娜 你也不过是雅丽千娜二世啊 你也从来不可能变成某某一世啊 对吧 我觉得这真的很无聊 那行吧 这期就聊到这 大家拜拜